早安 太晚 正吃着什么样的早餐 吐司家伙推搭 咬一口然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 专题报道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 我是夏志平 此刻时间是早晨的7点08分45秒 来我们今天专题报道内容 您探讨台湾的长者的自杀问题 台湾在65岁以上长者的自杀死亡率 一直是高居各年龄层之冠 近年来也不时传出高龄者自杀死亡的遗憾事件 其中还不乏知名的人士 那么究竟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年长者 他想要提前离开这个世界呢 又为什么周遭的亲友或是社会 没有办法在遗憾的事件发生之前 就及早发现 而且是阻止 接下来我们要请您收听 央广记者欧阳孟平和刘品熙的专题报导 2022年的电影超南稿先生 由美国知名影星汤姆·汉克斯主演 讲述一名老先生丧偶后 失去生活动力 对于身边的人事物充满冷漠跟怨怼 似乎没有理由独留于世 于是多次试图自杀 近年来 台湾也不时传出年长者自杀死亡事件 甚至包括知名人士 在震惊感叹之后 台湾社会是时候 面对这个可能会越来越严重的问题 台湾老年人的自杀死亡率一直处于高峰 2017年之前 65岁以上的自杀死亡率都在每10万人 30人以上 即使近年稍见下滑 但根据卫福部2022年国人死因统计 65岁以上的自杀死亡率 仍高居各年龄层之首 达1138人 每10万人中便有28.4人 台湾的老年人为什么这么不快乐 台北荣总老年精神科主任蔡佳芬 以8个字总结老年人自杀的危险因子 观寡孤独 老病久衰 在生命历程的最后阶段 儿女相继离家自立 洗手数十年的老伴尝试生活及心灵的最大依靠 如果其中一方因为疾病或意外离去 留下的伴侣不仅生活面临巨变 心灵上也将受到难以抚平的伤 所以许多长者在丧偶后 一直消沉 甚至一蹶不振 即使在重创后重新站起 也必须面临另一个挑战 孤独 孤独感是这个时代全球最大的公共卫生挑战之一 尤其在面临结婚率低 少子化及超高龄社会的台湾 更是不可忽视的潜在危机 蔡佳芬进一步指出 孤独分为物理上的孤独跟心理上的孤独 物理上的孤独指的是自己一人生活 根据行政院主纪总处最新统计 全台有57万多户高龄独居 跟十年前相比增幅将近百分之百 更令人忧心的是被遗漏在这数字之外 未受到重视的未独居现象 蔡佳芬说 我觉得现在有蛮常见一种状况是 这个你以为他没有独居 但他是这个真独居 为什么 人家讲什么伪单心 差不多那个意思就是 因为其实子女或是配偶 假设还有在工作或是就学 你白天也是一个人 你虽然有跟他住在一起 可是事实上那个孤独的实质还是存在 那这个是物理性的 就是说你就是一个人 而女在外或夫妻失和的未独居者 被家庭的外壳包裹 内心的孤寂感也因此被忽略 如果在缺乏跟朋友的往来 与社会的连结 很可能直到憾事发生后 才经觉这种心理孤独 已将其吞噬 除了观寡孤独 老久病衰更是难以避免的现实 每个人可以选择不婚不生 却无法选择不老 生理年龄变老往往比想象快速 随之而来的疾病更常令人措手不及 即使没有病痛 面对身体机能无可避免的衰退 也很可能因此感到无力无奈 进而对自己的未来感到沮丧 蔡家芬说 其实大部分的时候老话带来的就是一种衰弱 甚至你没有病 你甚至没有一个癌症 你甚至没有一个讲得出病名的病 可是衰弱这件事对一个老年人来说 他就是不太好接受 那他以前可以自己跑来跑去 他现在其实也没有病 可是他现在就是走不远 那这些都改变了他的生活 然后他对这个可能没有一个很好的预备 不知道怎么去面对 儿子不结婚 女儿不结婚 那个爸爸就一直烦恼 烦恼到变成忧郁症 那可是他到最后已经到末端了 他又一直很严重了 已经想不开了 因为这样子 然后太太那一阵子也陪他了 也怕他做傻事 那也陪他到双个医院去看医生 那也都给药哦 然后到最后还是想不开啊 新北永和民权社区理事长邱秀兰 谈起社区中的A爷爷 就是老人忧郁自杀的真实写照 罹患忧郁症的他打不开心中的死结 最终还是跨出了无法挽回的一步 观寡孤独 老病久衰 将长者推向忧郁的风险中 退休 丧偶 儿女离家 社交减少 疾病产生 体能衰弱等种种因素堆叠 也让老年忧郁症的任性率 远高于其他年龄层 成为自杀最主要的风险因子 当思绪走入死胡同 却未被察觉 当信念摇摇欲坠 却未获之称 保卫内心的城墙 很可能轻易地 以及变垮 蔡家分辨指出 很多人终其一生 或许曾想过结束自己的生命 但可能因为 为人父母或子女 许多牵绊与责任 为这种想法踩下刹车 可一旦进入老年期 自己责任一了 减轻儿女负担等念头 常赋予自杀行为 合理的解释 跟正向的意义 因而加速坠落 蔡家分说 我听过很多病人这样讲 我责任医疗 我孩子都养大了 所以现在他们不用我担心了 那我应该是 可以走 甚至他们还会 更进一步的 合理化自己的行为 当他想寻死 不想活的时候 他会想说 我死掉是我小孩 就减少负担 他们就不用花钱 来照顾我了 所以他赋予自己 一个自我伤害的行为 一个比较好像正向的意义 这样会加强他去这样做的 一个冲动跟一个决心 这是一个比较严重的 令我们比较担忧的地方 除了动机 老年人的身体更加脆弱 而且自杀手段传统但致命 一旦付诸行动 便难以救治 这也是造成年长者自杀死亡率 偏高的重要原因 卫福部心理健康司 副司长郑淑欣分析指出 台湾65岁以上呈现年龄越高 自杀死亡率也越高的现象 这与临近的韩国相似 而在疫情期间的两年 老年人自杀死亡率更为伏上升 研判是社交隔离 导致孤独感增加 有些则是已有忧郁症病史 但因疫情而不敢出门就医 导致病情恶化 老人福利推动联盟秘书长张淑欣便指出 老蒙连续两年针对六都银法族 进行幸福利调查 结果有高达五成以上的长者 表示自己过去三个月完全没有社会参与 没有与任何人通电话或联络 这是非常可怕的现象 这些长者跟外界交流的唯一管道 就是看电视 但现在的新闻充斥负面对立的讯息 越看心情越差 与社会断电 情绪又没有出口 忧郁症便悄悄找上门 张淑欣说 当他社会参与降低 那他可能因为环境障碍 因为可能身体障碍 因为心理障碍 他就产生了严重的锻炼 而且他因为没工作 也没有子女 甚至是子女是远在天边 远在天边 好一点可能台北跟台中距离 也蛮多是因为远在国外 好 但是有些是甚至是同住的家人 可是事实上生活作息不一样 他就是没办法 他就会产生这样的一个障碍 他就慢慢退化 比如忧郁 除非你知道他已经出现问题了 那你把他带去就医 才会做诊断 可是很多的长辈 他就关在屋子 不出来啊 谁会带他去就医 不知道 令人担忧的是 在这些数字背后 可能还有更多没有病逝感 或不愿就医的长辈 立伟吴玉琴说 我们老人的忧郁症 大概有16到26%的盛行率 16到26% 所以其实是蛮高的 可能有四分之一的老人 基本上潜在可能都有 忧郁症的一个情形 但是你又没有去做筛检 或是你没有去做看诊 那可能确实是有黑素 我们怎么样把这群人 大概有四分之一的人 怎么把他发掘出来 然后引导他走出来 这个可能是一个 另外一个课题的 罹患忧郁症的长者 没有筛检或就诊 除了缺乏病逝感 或抗拒就意外 忧郁症的症状 常与其他疾病的 生理症状重叠 常被误认为正常老化现象 而难以鉴别诊断 也是重要原因 蔡加芬说 那因为忧郁症的症状 它里面有一些生理性的讯号 那如果发生在一个20岁的人身上 你一定会觉得他有问题 因为他不应该躺在那里 没有力气 他不应该 这个整个大脑好像很 很停顿这样子 然后注意都不集中很恍神 可是如果发生在一个老年人身上 就是你就可能会误会说 例如说他抱怨他这里不舒服 那里不舒服 那你想说他有癌症 你想说他本来就有慢性病 他说他哪里痛 你想说他本来就关节退化 所以确实老人忧郁症 一个困难的点就在于 包含了病人本人自己 都可能会把这些东西 当成是身体的 其他疾病的症状 究竟要如何察觉身边的长辈 可能罹患忧郁症 或有忧郁症倾向 蔡加芬提醒 首先要观察 长辈是否变得跟以前不一样 观察指标包括体重减轻 出门次数降低 说话频率减少 抱怨程度改变等 另一个则是出现 医学无法解释的疾病 有时可能就是忧郁症的前期征兆 所以要厘清长者是否罹患忧郁症 必须身心同时考虑 蔡加芬说 其实他没有骗人 他真的有问题 他真的不舒服 他真的求助 只是问题 不是身而是心 你每次都带他去看 医生都说没有问题 要不然就是搞错方向 要不然就是看错壳 而不是真的没有问题 有时会一切都很好 然后每天嗨 讨拍就是一种心理需求 这是一个讯号 那我们就是用这个角度去看 或许可以比较多的 就是发掘前期的问题 因为前面可能都只是 轻微焦虑 轻微忧郁 毕竟要进展到 一个自杀行为 这中间应该还是有时间 瑞士哲学家阿密尔说 知道怎么老是智慧的杰作 也是生命这门伟大艺术 最困难的章节之一 老化是必经之路 如何快乐变老 已成为人生的必修课 有许多功课得事前准备 除了接受身体老化的衰退病痛 懂得老化过程的离别失去 也要提早规划老年生活的目标及重心 当你老了才能从容面对 另一位不乱 吴玉琴说 我要讲的是第三人生 而不是退休养生 从我过去在做老人工作的时候 看到好多的我们的长者 投入我的上一辈的长者 他们投入成为老人会 老人团体的干部 我就觉得他们非常有活力 就是他至少有目标 在服务这些老人 办活动 哦 那个整个的活力 非常的充足 我觉得就是人生 有很清楚的目标 跟工作 那这个就是 他们可以让自己保持健康 心理健康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应该是外在环境 目前全台共有398万多名 65岁以上长者 台湾也即将迈入超高龄社会 但社会人普遍存在 退休及养老的观念 随着平均余命拉长 许多人退休后 仍有20年的岁月 无论是再度投入就业市场 或是担任志工 回馈社会 都是保持生活动力 维持身心健康的方法 忧郁并非无药可医 也并非必经之徒 在卸下工作的压力 养育的责任后 面对老年 如果提早做好准备 就能跟忧郁擦身而过 也能让第三人生 仍充满各种可能性 迟暮之年 天堂门前 记得留步 为人生朴出 月动的中曲 别画下戛然而止的 休止符 杨广记者欧阳孟平 刘品希的专题报道